而这个执政党真的是骗很大嘛 来看马政府才刚喊出黄金十年政策要新选票 结果不仅是在野党质疑 政见实现的可能性不高 就连国民党立委黄昭顺 今天在质询行政院长吴敦义的时候 他也说 吴院长当年你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不是说要完成 205兵工厂的迁移 也要成立亚太预域中心吗 怎么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实现呢 已经过很久了都没实现 结果吴敦义的回答令大家更傻眼了 他说那不是我的承诺 是我的梦 哇真的吗 原来大家梦一场吗 我们就去翻开当年他的竞选证件 来看是不是承诺 他就这样讲啊 就是这个亚太预运中心要向这个来前进 明明就是他的证件 但现在吴敦义说那是他的梦 先别提黄金十年 国民党立委黄昭顺 要现在的吴院长好好回忆当年 高雄市长任内对选民的证件实现了没 他从高雄市长当时有很多的承诺要做 结果他离开了高雄 没有做 现在他是院长 我提醒一下不是承诺 是我的梦 你的梦 承诺我都做了 去我做市长的时候 对 刚才提的那一些就只差一个205兵工厂 对 那么我到行政院来 我就跟高雄市长有很好的沟通 对 已经决定要全部把它签出去 证件没落实就算了 还说那是梦想 国民党自家立委可不留情 细数当年吴敦义的证件 包括了205兵工厂迁移和蓝星计划 甚至是这一张吴敦义当年 拼市长的选举海报 都抖大了挂着要推动亚太营运中心的承诺 怎么现在还在空转 这笔账地方立委更是从吴敦义上任 行政院长的第一场直询 就不放过 当年的吴市长 现在的吴院长 你对未来这一段航空程 你准备怎么处理 当时的政界我希望院长 来帮马总统来兑现 我们经过检视以后 能不能归纳出一个 最好的实践的方式 再来给黄伟员做说明 选前之夜 政治人物忘情开支票 但选后若不能兑现 恐怕再好的政策牛肉 也真的是一场游戏 一场梦 三星文球场 黄大峰 SNG小组采访报告